各位明镜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黄兆平 欢迎再次收看明镜电视明镜专访的节目 我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一位教授 来跟我们阐释 或是讲评一些非常专业的事情 明镜专访推出之后 就全球的各个区域板块 震惊发展 做了很多的深入报道 获得很多人的喜爱 我们从北美到东南亚 东盟到欧洲 我们也做了非洲 马上要推出来 还有日本韩国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在全球 推出各个方面的政经发展 包括我们在拉利美洲南美洲 这这个系列爆炸 也顺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我们也认为 除了这种全球政经发展之外 很多议题也非常重要 包括我今天邀请到的专家学者 想谈论一下 气候变迁跟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这温室效应 气候变迁的重要 像我们一个礼拜前 也要选了国立澳洲大学的这个博士呢 张耀宗博士呢 也在谈论有关全球 现在最重要的Cyper Security 网络安全的问题 资安的问题 那大家也都看了 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呢 就请台湾的这个又所谓的城市 破坏师 这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师 他有点子王 他非常的年轻 那目前是台北市立大学的校长 邱英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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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谢谢邱英浩教授在百忙中呢 这个参与我们民进电视的这个空中连线对话 这个教授陈鲁我刚才提到的哈 这个气候变迁 大家都很很重视 那马上紧接着联合联合国的气候大会呢 马上要登场了哈 那这个登场能不能够对全球未来的气候变迁 温度温室效应呢 能够做到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我们大家都在看 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所谓强权对抗啊 持续在抗争当中 所以到底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以及美国总统拜登 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域碰面 大家很关心 不过这个在谈论这个气候变迁跟城市效应之前 我们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建筑 建筑跟这个环境学的关系 因为邱校长呢 他是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建筑 其实环境学系的博士啊 这是非常专家 他在台湾对整个城市的规划 永续发展 有非常非常独到跟这个精辟的研究啊 校长可不可以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一般人 我今天抱着很谦虚的 因为我对这个都不熟 所以很想来了解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一下说 整个全球的气候 环境跟建筑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 这样三个领域的一个专业 专业场域 好 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很客气啊 我相信主持人 可以组织过这么多这么多的不同 这个议题的节目啊 我相信主持人也是博学多文啊 那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 不敢说专家 但是我有一些稍微的了解跟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跟我在英国念书有点关系 我讲一个小故事 英国是一个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地方 那国家很漂亮 但气候很可怕 我记得老师第一句话跟我讲 The country is so beautiful But the weather is horrible 那这个句话蛮对的 所以他说 That's why we are so good at environmental design 那所以他们对环境设计这件事很重视 那我想美国可能在computer science啊 business各方面是相当领先的 那环境设计这件事情 在英国包括都市计划的发源地 其实就是在欧洲 就是在英国 这跟健保是一样的 那环境建筑跟气候有什么关系 过去的人类啊 在没有建筑这个专业 或都市规划这专业的时候 他仍然懂得怎么生存 那这是人的本性 所以他知道说 我要躲避野兽 我就到树上 我可能要避寒 我在洞里 他会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他会按照 他的人体的需求啊 本能的去煮草 我想这个变成说 每个人都生来就是architect 每个都其实都是生来的建筑师 是因为他跟环境为了生存的一种求生本能 那当然我想环境跟建筑过去 在这个状况 因为人的求生本能 所以说衍生出很多 我们说叫做renaculate 就是所谓的风土建筑 就是说你看在北极有冰屋 在蒙古有蒙古包 在非洲的房子长得 跟在马来西亚的热丝气候的房子 就是这么不一样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气候的因素 所以全世界呢 在不同的地方的气候 你会看到他的风土建筑 长得都不一样 反映地方的特色 所以你说建筑跟都市 或者说我们讲聚落 有没有跟环境有关联 跟气候有关联 有 从过去老祖宗所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 或者这些聚落 就可以看出来原本是有的 那反过来说现在有没有 这就讲到工业革命 我们过去讲说 我们人类知道 要吃多少用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 那现在不一样了 工业革命以后 福特主义 大家讲说 这个消费就是美德 大家开始会讲说 我好像开步车回家 就叫衣景返乡 我说可以住高楼 那就是一种射精地位的一种标榜 那你会看到 你看在主持人后面这些建筑的布景 高楼大厦 一个一个格子 我们开始发现 纽约跟东京很像 东京跟伦敦很像 因为我们开始重视的是什么 是快速的生产 那这跟那二次大战之后 也有点关系 所以简单讲 我们开始靠人工机械设备 大量的能源 来获取我们舒适的生活条件 那人类是比较 欲望是比较无穷的 所以他不断的追求这种便利 所以开始跟环境气候 开始脱节 那这个就反映到了什么 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说讲气候跟建筑 跟我们的聚落跟环境 有没有关联 原本应该有关联的 但因为人类文明的演化 科学的进步 我们曾经有一段迷失了自己 所以说我们开始让我们所有的城市 变得这么的一致 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现在 不断的透过国与国之间的一些 Agreement 扣过一些这些气候变迁的相关的 缔约结盟 我们希望什么 开始改变我们生活 希望回到过去公益革命之前的 一些相关的这个气候条件 那当然反映的就是希望降低温室气体 简单讲就是希望我们的建筑 我们聚落我们的都市 再跟气候还有环境 再一次产生对话 这大概是我简单的这个叙述 不过校长 你刚才提到一点重点 我自己也不了解 就是说您提到现在的建筑 跟整个气候环境的脱节 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还有我们牧民以来 人类文明以来 想要追求快速的成长之后 所造成一个现象 那现在高楼大厦 因为是一个这种建筑业 其实是一种高耗能的产业 那当初你现在回过头来 因为你是专业在这个环境 这种建筑 你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人类有没有想过当初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导致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我认为是当初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因为过去在科学 不是那么进步的时候 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并我们的掌控的能力 非常的不确定 那所以我们努力的追求 是说我们希望跟环境 做一个切割 希望我在我这个建筑 也就是在这个box里面 得到完全控制 有效率舒适的这种所谓 环境跟气候 那也就是所谓室内的微气候 或怎么样 我们可以这样来 简单这样说 那最有效率跟最好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完全用机械设备 那我们其实真的是 reliance到说 哇 这项的机械设备 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对环境会开始产生负面的状况 跟结果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这个就要讲到过去罗马俱乐部 我说Rachel Carson 在Silence Spring 开始讲到一些相关的这种 生化或一些化学的一些生产 可能会对气候产生影响 大家慢慢开始觉得说 我们气候越来越恶化 这个温差越来越大 然后这个飓风越来越大 那就开始发现去探究 这原因到底是什么 才发现说 人为的这些活动 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已经比自然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还要更多 那主要来自哪里 来自城市建设 因为都市的建设 基本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 最重要的载体 所以大部分的事情 人类的活动 都是发生在都市里面 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为了都市的生活便利性 而去发展的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遭遇的问题 那过去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当初应该没有想到 这事情会这么严重 应该也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相关的温室气体 会造成我们的温室效应 会越来越严重这件事情 那是因为结果以后才回推去了解到 这件事情是蛮严重的 那我们从中请讲 对 所以我想 一般的建筑师们 都可以开始越来越重视 我们建筑物要怎么样去达到节能 但是其实与其讲节能这件事情 不如讲说是能源有效率的使用 而不是节能 节能不难 有电灯不要开就叫节能 但是问题是 我们人类的文明还是要继续发展 那要继续发展 那你不可能是有电灯不开 有冷气不吹 因为会让我们的工作效率 学习效率都会降低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可能还是要用这些设备 但是我要怎么样让它更有效率 恰到好处 这时候就是要仰赖很多的科学的分析 模拟 让我们的建筑设计不是再是 建筑不是再是高科技 而是建筑设计的过程是高科技的 是科学的 但是建筑最后的呈现 也许是跟环境结合在一起的 这大概是目前的看法 不过你刚才提到那个 所谓的城市建设在整个气候变迁 温室效应的这种 起到非常关键 以及非常致命的一个因素在 那谈到城市建设 您觉得就是说 在整个全球或是全世界 它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城市 是怎么样演变过来 我们如果大家一般印象深刻 从刚才提到原始的部落 到慢慢的小村 到慢慢的村镇 到后来的上几十万人的规模的城市 到后来的百万 甚至的千万 你觉得现在过去 这样的一个现代城市 是怎么样演变过来 跟气候环境也有关系吗 当然是有的 我想最早的城市的发源 很多的城市是因为比如宗教 比如说Jewyston 它可能是为宗教 或者是因为战争防御 那有一大部分的城市 也许是为什么 为了生存 比如说很多最古老居留 都是在河边 因为它如果是农业为主的 那你会看到说 有些它可能就是在绿洲 那有些地方可能是在城市 或者是区域性外交 跟外交之间的一些关卡 比如说我们说思路 周边就有很多的伟大的商业城市 那这些城市呢 慢慢的慢慢的 它会越来越大 原因是什么 很多这是一个交叉的因素 比如说城市提供更好的 比如说生活的便利性 它在那边找到工作 那边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那人类集中 所以说我的公共设施 相关的设施可以集中 这个东西是跟人类居住的密度 会有关联 所以大者会很大 我们看纽约已经变成 是一个巨大城市 东京是一个巨大城市 伦敦是一个巨大城市 那基本上它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经济 所以它慢慢慢慢的 就会有一个城乡之间的吸力跟推力 你住在嘉义 你可能就业机会不高 我的小孩子可能要读很好的学校 所以我往城市移动 因为那边有好的教育水准 有好的老师 那好的老师 他也可能不愿意到比较小的城市 因为在那边 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学校 有比较好的收入 那他可能有高知识 所以他可能希望 他那边的环境 要什么样的设备去满足他 或公司满足他 所以城市会大者恒大 这个其实牵扯到 我以前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 国家的这个标志 会越来越不明显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种状况 在英国有这样 你问说你英国 你是哪里人 他不会跟你讲 我是英国人 如果你是伦敦人 他会说我是伦敦人 那我问说你哪里人 你会说我是纽约人 还是讲我是美国人 很多人会说我来自纽约 我不会讲我来自美国 简单讲城市的竞争力 已经超越国与国之间竞争力了 所以人类未来的历史里面国家这件事情在政治上面有意义 但是真的跟我们生活习相关的是城市 对那我想这些起源 那我基本上都是人类的基本的欲望 跟生活必需品实际住行 所以说才会产生的这些城市 您提到这个所谓城市会横者遇大 就越来越大了的感觉 这种是不是就不回头了 不可能再回头了 那另外就是说我以往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伦敦 巴黎 罗马 甚至东京 新加坡 现在几乎整个讲大城市 我们提到了深圳 上海 北京 武汉 所以重庆 所以整个世界是不是 你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城市这种 变化 规模的变化 是不是就是不会再回头了 不可能再倒过来 我觉得要回头 这件事是可能性非常低 除非这城市遭遇到非常大的天灾 人祸或相关的一些变故 否则这城市这个经济体 这些已经就是这么大了 那已经移居到这个城市的人 坦白讲他只会在城市的内部在移动 你说他除非有重大的状况 否则他很难会再移居去另外一个城市 我说人类的 我们在研究都市 其实很多都会从人口的迁移开始讲 人口的迁移会有几个不几个状况 一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接着呢从大城市移到那里 再移到城市的边缘 那接着就在城市里面不断的移动 那这个就是城市的人口移动 用人口移动来看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那所以你会看到 要再移到回到原本的 比如说比较小的城市什么 或者小的乡村 这个可能性不高 他会移也是移到市中心边缘 还是在这个城市边缘的 比如说低密度住宅区 而他不会再移回去 比如说到过去他来的那个 比如说比较乡下的地方 这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 所以这个城市除非是他的天然界限 造成他无法扩张 活着的话基本上 他有可能会不断的扩大 那现在一定说 可是人口大概都维持在这几千万 比如说纽约可能两千万 或者多少的这种状况 或东京可能是多少人 为什么不会再扩大 那是因为总人口数 其实大概就到这个状况 那他的居住范围 跟所提供的工作 大概就是这状况 因为再多 他的竞争可能会更激烈 所以要进入也很难 那这时候会有部分的移动 多少移出来 多少移进去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size大概就是这么大 大概你说要变小 可能性不太大 不过你刚才那个 所谓您的研究的心得 我倒是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讲说 我是伦敦 我来自伦敦 我来自纽约 甚至来自罗马 来自维尔纳 这个来自这个奥斯陆 这个或来自重庆 北京上海 如果像国家的观念 越来越所谓的界限 越来越担保 那城市跟人之间的这种 连接越来越紧密的话 你觉得这对未来 我们在谈论 现在都市跟建筑 或者是说 整个国家跟国家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 另外一种scenario 那种picture出来 这个当然我们逃离不了国家 因为这是在治理的概念下面 那我想当然是没有办法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讲台湾或讲美国 你会发现 可能50%以上所有的GDP的成长 几乎都是在那几个大城市 我们讲大陆 主要的GDP的成长 都是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 那所以它的贫富差距会非常的大 那城市之间变成是说 有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不想当然是有 就是说如果所有的经济发展 还是一直往城市集中 城乡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那变成是说 我政府投资在乡村里面的 相关的资金或一些建设 它的投资报酬率就不高 所以投资报酬率一定会越来越低 那大城市 它的需求还是越来越大 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理论上应该成像城 相跟相 成像之间要一起规划 彼此担负不同的任务 然后成为一个相辅相成 否则的话 所有人都会开始离开乡村 那无论老年化的问题 设备越来越老旧问题 而且基本上它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税金 可以自给自主 所以政府投资就基本上我就说 会越来越沉重 那这个那个地方就会越来越糟糕 那其实未来如果以城市发展为主 整个国家的经济动力来讲 它还是要去在乎说 我们在乡村的建设 如何跟城市做一个网络式的串联跟合作 这个我想这是未来 所有国家 尤其是先进国家 以发展国家 所共同面临的一些状况 否则的话 那些乡村或者是那些 比较 偏远的地方 离城市距离越远 你会发现 它的经济条件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反而会得到反向的作用 反向的效果 我常讲一个笑话 就是说农业重要 农业很重要 但在都市里面做农业 符不符合土地成本 不符合 我们在台北是在纽约的市中心种田 那这个土地价值很高 你种了田 所卖出去的这些农作物 我想应该这个投资报酬不符合 所以他可能会送到农业州去 但是问题来了 美国可能是机械大规模的经济农业 但是有些国家其实不是 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 粮食会出问题 而且也会没有农夫 我既然保存农民也没有农夫 那相关的这个投资 也会变成是没有效的投资 所以我想 大都市 这个继续成长这件事情 应该是避免不了 就算它不成长 它也会不断的蜕变 就像这个主持人讲说 上一拜讲的这个 这个Cyber Security这件事情 那都市里面它的 它的框架是一样的 但它内容会一直改 它从过去的 基本的这种生活方式 慢慢的开始有网络 智慧化各种方式 但是大家想到 这些便利的生活 某方面增进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工作效率 生活的品质 但是它也是能源的一种消耗 因为所有的智慧的东西 它靠的都是电力 它就像一个人一样 越来越胖 但是心脏其实还是一样大 所以它的心脏负荷还是会受不了 所以我想大城市的这个发展 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应该要赶快去思考说 往后我们所会遇到问题 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都市只要现在没有考虑 以后要再改 就非常困难 我们可不可以简单讲说 经济规模 或是一些所谓多方的一个数值 跟资源的support 是让城市这个大载恒大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 那如果刚才提到邱教授 您提到的 如果说城市大载恒大之后 发展到未来没办法收拾的时候 那又会有什么样的很严重的后果 我们现在可以先去预防 我想我们就把都市 我其实最 我曾经有写过一篇这个paper 就是用代谢论来看这个都市 我就把都市其实当作是一个人 都市也需要吃 就像人需要吃一样 因为它需要能源 那能源就是它的粮食 那都市呢 一样会产生废弃物 就像人的排泄一样 它其实它一样会 从小长高壮年 它也会变老 但是都市如果到了真的变老 挂掉 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所以都市的再生跟 renew这件事情 是应该是在 它的壮年的时候 最有实力的时候 就要去思考 这个都市在 现在这个状况下 未来的文明科技 可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而因应我们的生活需求 跟气候 开始在这个时候 要开始做调整 所以我们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 我们去注意就说 人口的结构 不同的年龄 在这都市里面 有多少人 人数有多少人 那它的主要粮食 产业等等 那跟这个都市 还有周边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而且有些产业 会因为资源的限制 等等会不见 那或产业迁移 以后我的都市的就业率降低 那会产生治安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要从硬体面 比如说能源 还有所谓的这个废弃物 以及老旧的建筑物的拆除等等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有效率的去调整 让人可以在我的规划里面 去做移动 如何在新旧之间做交替 都市还可以运行 那另外就是治理方面 比如说它的产业 未来都市要往哪边走 这可能在 要去思考这个都市的核心产业 在这整个国家 整个国际分工里面 它所扮演的角色 那所以我们要去观 我们要去monitor 很多很多都市里面的一些 重要的这些parameter 比如说那也要去看看我们的攻击 什么的就像做渐检一样 可能每一两年要做一次渐检 每一两年做渐检 然后要兼具这些渐检 去看出可能有五种scenario 这五种scenario 不管是最好的到最不好的 那我们的因应对策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危机管理 那现在台湾 现在的政府部门 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有这样的思维 但是没有这样的真正的整合 因为这样的部门在市政府 各地方的市政府里面组织 都是只是一个跨领域的任务型分工 理论上这个都市要能正常运行 它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单位 是随时用这些数据在判断说 我即将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应该是未来 我觉得每个城市治理 在政府部门里面 或者跟市部门之间 要有相当的连结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大概是目前我所看到的 另外除了这个城市的规模 越来越大之外 城市的外观 整个我们讲的所谓的外在的结构 也是慢慢引起的大家注意 其实以前我们常认为说 东京 香港 巴黎 伦敦 这些都是还马哈顿 这都是纽约的马哈顿 都是很大的城市 但是这城市的现在人口 比较中国的北京 上海 深圳 武汉 重庆根本是小屋见大屋 现在中国大陆几个城市 如果比较上规模的 都是两千万人以上的 一个大规模的城市 那城市在当中国大陆的发展 也非常的这个摩登 其实纽约来讲 纽约跟伦敦 跟您在求学的地方 甚至东京 甚至香港来讲 我们都觉得以前的 它就是代表所谓的大城市 非常摩登的城市 但是这样的这个摩登的这种定义 好像在这个时候 最近这二三十年 好像重点移到了中国来 我们会想 哇 深圳怎么那么样的进步 那么样的高楼大厦 为什么上海外滩 那么样的 武汉这些是疫情关系 让大家也知道 哇 武汉原来那么惊艳 重庆也是一样 你怎么样看待 中国这些所谓的城市的 这种摩登实验场 怎么样形成 怎么会这样子 我想因为大陆发展非常快速 它在很短的时间内 做了这个很快速的城市化 我想因为大陆的状况是蛮特殊 它基本上因为大部分的土地 都是公家拥有 所以它做大型的规模建设的速度 会比相对的这种土地私有化的国家 或者是地方来讲 是比较快速的 有效率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它基本上以国家为主导 它说要做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 那我想与其讲说 大陆目前这些现代化的城市 我先不谈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的快速成长 资源的投入在这几个点 但是比较起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就如果刚刚讲的 其实还算是少数 所以它城市化 如果是以整个大陆来看 其实还 跟它的目标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它当然是透过城市化的大量建设 在拉高它的GDP 所以所有的建筑的这种建设 都市的建设 就是火车头工业 因为它会带动非常多的产业 以及人力物力的这种聚集 一栋大楼的新建 你看是多少的材料 多少的人力 多少金钱 所以它是人力物力 跟金钱的一种集合 所以它在GDP上的影响相对很大 那所以一般从发展中国家到 要到已发展国家 靠城市化这件事情 往往是一个有效率的策略 但是那如果缺乏思考到一件事 就是说在这么快速的状况下 在这样所谓的modern的城市里面 到底其他的相关的建设 有没有办法赶得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这现在地球已经没有距离越来越短 因为网络的 所以internet这件事情 交通也便利了 我们就算不透过internet飞机 从东飞到西基本上也不到一天的时间 那这个状况带来什么 带来我们全球几乎所有的样貌都变一致性 我们对于modern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变成是 纽约就是我对于城市modern的一个指标 那我去New York读书以后 我回到我的故乡 我就要把我的城市打造的跟New York一样 所以会变成是说全世界面貌会变一致 那我们想说全球化的这个趋势之下 什么样的城市或是什么样的状态 可以让我们竞争力变强 是一个最拥有自己的identity的城市 可以让自己的竞争力变强 所以现在变成是modern这件事情 不应该只是它的外表 我们应该是内在 那城市之间的外观 应该还是要回到阴地质疑 文化气候等等 让我们的城市有自己的样貌 所以所有的都市规划者建筑师 在每个世纪的这些专家 最常追求的一件事就是说 到底我们的建筑 我们的都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也常讲一个笑话 这些都市规划者建筑师下地狱 都会有一条罪 他都会说 比如说这个陈老师好了 他说你不想当你自己 你总是在学别人 OK 这就是你的罪 就是说我们都忘掉了 什么才是我们 我必须讲 这个大家去看过去的 我们的国画 山水画或者西洋画等等 他会因为他的文化跟材料 有出现衍生出自己的画风 跟画画的题材 反映当初的社会 跟当初的文明 城市也是 那所以就回到最早讲 城市理论上应该反映气候 但是我的建筑如果说 现在全部到机械的 这种modern 坦白讲 每个都可以跟气候 划出一条界线 因为我完全是靠机械来做控制 外面怎么样我才不管 就是我 无论在北极 在非洲 在马来西亚 或在大陆 或在台湾 或在新加坡 我的气候条件再怎么不一样 都没有关系 我都完全24小时空调 靠人工造明 我的外壳 就是跟外界做了一个阻隔 这样的设计 其实是充满在目前 每个地方都是 但是我必须讲 这就是当初 在二次大战工业革命 现代主义之后 我们的建筑教育 跟都市计划相关的教育 让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们可以回过来看 相关于回应环境 回应气候 跟我们这相关的专业 做结合的 在大学里面 这样的科目 学分多不多 其实不多 某方面 就是暗示这些学生 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那大家又一味的 因为这个距离跟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混 越来越 越来越 就已经地球变平的 这么一件事情 全球化 所以大家互相学习 那大家也很现实的 就是说 你会向谁学习 我一定向先进国家 跟已发展国家学习 纽约 伦敦 最后还是变成 我们学习的样本 所以所谓的modern 就基本上 就是纽约化 就是伦敦化 那每个国家 越来越来越大都市 代表性都市 越来越像 其他的国家 就失去了自我 这件事情 你提到一个重要观点 其实我跟深有同感 你提到说 这个失去自我 然后变成很多城市的 样貌等于一致性 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 我想你也常常到美国 或到其他各国去旅行 像美国 像很多城市 几乎长相都很像 然后尤其他的 shopping mall更像 所以你如果在shopping mall 你根本不知道 这是在佛罗里达 这是在德州 或是在乔治亚 或是在纽约 或甚至在加州 你根本看不出来 甚至不晓得西亚 你看过那么多城市 你有没有觉得 全世界哪个城市 你觉得比较有自我的 比较能够根据 它当初原始发展的城市 到目前为止 还拥有那样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样貌 而不是只是一个 非常样板化的 一个城市的摩登形象 就你实力观察 实力考察有没有 有好几个国 应该不能讲国家 就是有很多的城市 确实还保有原有的风貌 那我们讲说胡志明 我们讲像伦敦基本上 他也在后期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努力要留下 老祖宗的东西 让现代跟传统结合 我们可以讲 纽约其实就是纽约 它的过去跟现在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纽约影响了很多城市 但是纽约 它自己就是纽约 那不管哪一个城市 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比较 共同的原则就是 发展的越慢的 不能说落后 那某方面有点这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这个字不对 就是说应该说 发展的越慢的 或者是未发展的 或者是正在发展 发展中的城市 它的样貌越接近当初的样貌 真正的样貌 简单讲 它没有那么多的钱 跟资金跟人力物力 投入啊 这个整个城市建设 所以它还保留 保有可能 100年前 或者50年前的那个样貌 反而它跟环境跟气候 最有关联性 OK 对 所以说起来 这个城市的悲哀吗 但是有时候 慢一点发展 搞不好 它的慢 在现在搞不好 看起来是幸运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这个小朋友 吃的胖胖的 我们说 哇 我们有一阵子 很虚荣 我的小孩养的越胖越好 现在大家觉得 发现肥胖是个病 没错 那那个 那个看起来养不胖的 可能是 三餐不济 这样讲是有点夸张 但是现在看起来 它最健康 这跟城市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过去努力 把它养胖 结果才会发现 哇 其实问题蛮多的 要吃很多药 那个 那个每天好像都在做苦工 然后瘦瘦的 它其实是长寿的代表 嗯 那另外就是 接下来就是说 像我们常常想 现在全球最 最夯的一件事情 就是电动车 好像大家预判 未来一定有电动车 很多smart car 当然现在也很多人讲说 有很多smart city 这个绿能城市 或者怎么样一个城市 然后您在建筑行业是专家 你现在新的建筑的一些科技 怎么样影响到人居的生活 这是我们一般人想 知道的事情 我们一直想说 你刚才提到 如果谈节能的话 很简单 但是应该有效的 这个运用能源 这是比较重要 那现在新的建筑科技 又跟我们人居住的地方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我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先讲 疫情这件事情 有没有改变人类生活 有 简单讲就是说 重大的一些事件 确实会逼迫人类的生活 做改变 再想想看 以前有手机 现在有手机 跟以前没有手机 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改变 有 学习方式也都改变了 以前老师上课教 讲的乱七八糟 可能也没有人会挑战他 现在老师讲的同时 他们都已经在滑 手机 所以 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科技文明 而有很大的改变 这件事情 会不会持续下去 会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 在整个城市建设的 发展方向 很多大概讲 就是所谓智慧这件事情 那前阵子我当然 在过去几年 我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说 哇 这个完全的智慧化 如果纯粹只是为智慧而智慧 其实某方面 又把人类的 这个 人类又带造另外一个浩劫 为什么 我们只是为了智慧而智慧 我们装了很多的測量 我们做了很多的语音控制 我常常讲个笑话 我用 我用 我用这个 语音控制 我的窗帘会不会开会关 但是其实你走过去 把它拉起来就好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 为了智慧而智慧 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 到底我们要在哪边智慧 哪边不需要智慧 有时候如果太智慧 我觉得人类会中风很快 因为都不动了 那所以 目前这几年 我倒觉得 我过去的担忧倒是有点多虑了 就是说现在确实 大家也回过来看 我们到底什么需要智慧 也许我们在能源上的使用 需要智慧 我们也许是在 生活的一些安排上面 需要智慧 我们可能会讲说 我们建筑物的operation 可能要一些智慧 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 可以让我们的过去的人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一些人力 物力可以降低 而且可以让我们人员的 使用效率提高 就该有能源的时候 要有能源 不需要用能源的时候 就不要用能源 这样的智慧 我基本上是很赞成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到底我们是要在后面很智慧 还是过程很智慧 我其实常讲 我说我的建筑物或者我的都市 如果有办法控制到 需要能源的时候用能源 不需要能源的时候 我的我可以藉由建筑物的方位 直栽水池的位置等等 就创造出舒适的基本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降低能源使用的量 就是说它本身都市的架构 这个structure就已经提供你 我们这城市的基本所需要的效率 或者是我们的舒适条件的 但是因为气候是多变的 是阴晴不定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状况下 在极端或者是一些 跟我的平均值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时候 我这时候才启动 我所需要的能源的使用 就是说我不但让能源有效率 还让它该用的时候用 不该用的时候本来就不用用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让 我们藉由这个整个规划过程的智慧 让我后面的成果更节能 更让人源有效率的使用 我想这个会不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会 我常常讲永续建筑或者是 我们说绿建筑或者永续都市好了 是都市吗 还是市建筑 我说都不是 它是人类生活的方式 我给你一个很好的都市 很节能 但是你的生活习惯很不节能 那它也不会节能 我给你一栋绿建筑 理论上你要懂得怎么样 跟这栋建筑互动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 operate这个房子 就你不懂了 就是说灯总是不关 水总是不关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原本的规划 完全横腔走板 所以最终是回到哪里 是回到人的生活方式跟习惯 那我们当然也尝试希望内用我们的都市的规划 或建筑的设计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想这个要相辅相成 就是一个是 我本身要透过教育 或者对环境的认识这件事情 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进一步呢 我在用我的都市规划 跟我的建筑设计 让你在生活上面 创造一些 暗示 或者是不方便或诱导等等 让你的生活方式因为都市跟建筑而改变 而达到所谓的能源使用的效率等等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 仰相同步进行的一种的方式 才可以达到真正的智慧城市 永续城市 你觉得现在的城市 你刚才 我其实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说 一昧的这个追求 所谓的智慧城市 并不代表对未来人类是好事 那你觉得 现在全球各个城市 一直在争相在发展所谓的这种智慧城市 怎么样一个方向会比较 对我们未来会比较好一点 避免重蹈覆车 什么样的方向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要开始 我认为城市竟然之所以是城市 其实就要去了解这个城市存在的主要的目的跟功能 我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功能 那这个功能就是说 比如说 它的城市扮演的 比如说它是个港口城市 它可能是亚洲的一个什么货物的转运重要的枢纽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它的人的职业跟年纪等等 会不会跟其他城市不一样 会 所以你知道你的功能 你就应该借由这功能 以及它的气候条件 去有效率的控制 它的人口数 跟它的城市的大小 因为这个东西就有效率的去了解说 我到底需要多少能源 那我说的废区物到底要怎么样再 有办法回收 降低我的这个排泄的这个增加 然后达到这个 投入跟这个排泄达到平衡 那我觉得我们与其这个纽约有了什么东西 我在伦敦就要什么 我在台北武汉或者是在重庆就要什么 不如回过来想说 你到底这个城市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确定清楚了以后 你再针对这个城市的需求去做规划 我想如果这样做的话 才会达到真正的永续 那才是一个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很多的城市规划不是这样做 它是用模仿的 简单讲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所谓智慧城市的什么指标啊 就是你有多智慧啊 然后指标是一致性的 纽约跟伦敦会一样吗 我认为不会一样啊 那就算纽约伦敦很接近 那跟香港一定不一样啊 那跟新加坡也不一样 因为新加坡到底是城市还是国家 它是城市国家也是国家城市啊 所以条件都不一样 指标怎么会一样 不应该一样 但是人物可能为了追求 我的执政的performance 当然他要去追求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到了最后 这都是灾难 应该每个城市要有自己的指标 每个城市应该有不同的目标才对 那经过诊断才对症下药 我还是回到就是他跟人一模一样 而不是我可以学你穿衣服 我想我学梁朝伟穿衣服 我也不会变梁朝伟 差异很大 我还是我 他还是他 这差很多 这大概是我在想 就是说身为一个都市的这个规划的这个专业 我想这是应该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